好,我们来看这一题 如图指甲三角形ABC中 甲ACB等于90度 ACB这个脚等于90度 脚B等于30度 脚A珠C等于60 A珠C等于60度 好,B珠等于20 B珠等于20在这里 球AB 好,那我们看这个三角形 AC珠 AC珠 这里是60,这里是直角 所以这个CA珠 这个小小的角就是30度 那30,60,90 它们的边的比是 30度如果对过来是X长 90度就是它的两倍 就是2X 60度就是X的更号三倍 那就是更号3X 好,接下来呢 好,再看这个大的三角形 大的三角形 你看哦,三角形 ABC,这里是90度 脚B是30度 所以这个脚 脚BAC是不是就等于60度 BAC是这个大脚就等于60度 好,一样 30度现在变成这个 我们要看这个大的三角形 30度对过来是更号3X 90度对过去就是它的两倍 所以这里就是2更号3X 那接下来我们就用勾股定理 好,两股的平方和 等于斜边的平方 好,两股的平方和 好,更号3X的平方 加 好,VC VC是20 加X 好的,平方 等于2更号3X 好的,平方 好,我们就来解 解这个题目 好,更号3X的平方 就是3X平方 加 好,这个是和的平方 和的平方 好,A平方 加2AB 加B平方 等于 这个的平方怎么求 这个的平方就是 2更号3 乘以2更号3 乘以X平方 好,3 更号3乘更号3等于3 22的4 43 12X平方 来整理一下哦 这里总共有3X平方 加一个4X平方 这里有12个 所以把移过来 好,这里就是12X平方 把3个和1个和1个和1个合起来 就把1移到右边来 好,就等于解负的哦 然后呢 这个正的移过来 也是负的 正的移过来 也是负的 这里就是8x平方减40x减400等于0 每一项都除以8x平方减5x减510等于0 好,然后这个就把它变成 x减10x加5等于0 x等于10或-5 好,-5不合,所以x就等于10 x等于10,我们要求ab,ab就2根号3x 2根号3x等于2根号3乘以10 就是20根号3 所以呢,ab就是20根号3公分 那三角形ab珠 ab珠的面积 ab珠的面积 ab珠的面积是不是这样 那它的高就是移过来 这就是它的高 那所以它的高就是ac 好,这里是20哦 好,这里是20哦 ab珠,底是20 高就是ac 好 ac等于根号3 x,x带进去 就是10根号3 所以三角形ab珠的面积 所以三角形ab珠的面积 底乘以高 除以2 好,底乘高除2 好,这个2来 消掉 好,10乘以10 100 然后根号3写过来 所以面积就是100 所以面积就是100根号3 遇到1 3 你 游 salary